那整個國家在整個運作的過程當中 就永無零日 所以我希望主委你能夠就這個部分 在這段時間內好好的去做檢討 不管是18歲投票 或者是不在籍投票 或者是我們是一個什麼字的一個國家 甚至於總統跟立委要不要合併選舉 我們希望在還沒有選舉以前 我們把這些準備工作做好 我相信我們要選舉的時候 才會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也才不會再造成像昨天 我們這麼優秀的院長 在立法院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希望主委你可以在這段時間去做嗎 報告委員 我想現在內政部跟莊選會 都在盤點現有的跟選舉有關的法律 那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 把整體的修法的意見 我希望你能夠最短的時間內 不管你召開公聽會或者什麼 在沒有選舉的時候才能夠有比較寬廣的胸襟大家去討論 或者每一個案子都這樣割下來我覺得 到每一次選舉的時候再做政治攻防 這是不應該有的一個現象 第二件事 我要請教那個部長 我想在禮拜一晚上我大概搭6點多的會高鐵要回去高雄的時候 我接到我的辦公室跟我講說 跟蘭偉計畫的某些學生要邀我昨天參加 參加一個記者會 那我借這個機會跟那些學生抱歉 因為我6點多回去 回去到高雄是8點多 而且他們很晚才跟我聯絡 所以我昨天沒有辦法來參加 但是我也把我的態度 藉這個機會讓大家了解 因為整個罷免的門檻 以及能不能夠宣傳等等 的確造成很多的困擾 那其實在這些困擾的過程當中 那個宣傳的他們用的宣傳的效果 甚至於比 我們不准他宣傳的效果 其實要高得很多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要很正式而且很嚴肅的面對這件事 因為現在正好是選舉完剛剛結束 所以我不預設任何的立場 說這個案子我們要怎麼做 但是 我要提醒大家 我想在美國有幾個案例 所以罷免的門檻要怎麼調 要不要把它能夠公佈 我都沒有特別的意見 我覺得這些事情我們都可以討論 但是 我們只提醒大家 不要像美國有幾個案例 我相信 部長應該知道 部長應該知道 美國曾經 發生過好幾個案例 就是 他們美國 威斯帆辛州 2011年2012年 發生的 包括他們互相 彼此攻防 然後造成很多 就是選完了就跟你罷免 罷免完了就再去選舉 選舉上的再去罷免 我想這個案例都 都有一定程度影響 整個大概 得失的比較 然後提出更好的辦法出來 是 我想在內政部在 針對 在上次 上次會期也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也舉辦過公聽會 當然我想 如果 大院這邊 也能夠帶來舉辦 我想也是一個好的 剛才我也說過 這個門檻不是不可以討論 不是鐵板一塊 本來就是協商的過程 但是 事情如果 過與不及都不好 如果太過了 把門檻調得太低 那就是會有剛才講 威斯康辛的這個例子 天天都在選舉 天天都在罷免 那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說的 成本也好 社會安定也好 是不好 好 我想這個部分 我不管立法院有沒有辦公立會 我希望你們兩個主辦機關 可以在我們剛剛選舉完的時候 大家還比較心平氣和的時候 好好的把這些事情把它弄好 那我們都不預設任何的立場 我覺得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修法 我們才能夠討論 好不好 是這個是比較理性的態度 好那第三個 我想對顧立雄委員所提的第73條第1項第2款 第5項的規定 也就是原住民立委的一缺要及時地補的制度 我想請問 你們兩位的態度 報告委員 關於地補 我想我們的 我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現有的這個地補 民意代表的地補制度是因為他 會選的原因 造成當選無效 那這樣的原因才可以地補 那其他的原因是不行的 那當初提 提這樣的一個法律的主要的原因 在說如果他不是 揮選的話 弱選頭很可能就是當選了 所以才用設計的地補制度 就等於是說還他一個公道 但是如果是在原住民的選舉裡面 有相同的狀況要地補的話 那我覺得邏輯上是一樣的 這個我們可以支持 但是如果說不論什麼樣的出缺的原因都用地補 我們覺得是 需要斟酌 需要斟酌 那請問部長 我們的看法跟中選會一樣 因為 這個選舉是應該一體適用 如果你在原住民的地裏的部分 是說他可以 不論什麼原因都地補 那其他的選舉 其他的選舉 另外就是我們剛才提到就是可能有道德的風險 譬如說我們講好了你就辭職 那就由我來地補 那這個也是一種道德的風險 我想這個是 最好還是要審慎 所以本席針對這個 這個提案 我想我把我的意見非常清楚的講出來 因為 我們現在 只有三級民意代表跟中央縣 縣的 鄉的依據公子 人員選舉罷免法 他們才可以預缺才有地補 所以換句話講 立法委員是沒有這個地補的制度 如果我們 就原住民地區做這樣子的一個修法 那其他的地區要不要做 這是一國 我認為不以兩制 我在這裡要提醒民進黨 我覺得這是一個 智慧條款 而且吃相難看 所以我明確地表示 我對這個案子的反對的態度 我們希望我們在整個 制法的過程當中 能夠更周圓 能夠更圓滿 而且在一個國家裡面 必須要只有一個制度 我很清楚地表達我的意見 所以我希望主席下午在提 在討論這個條文的時候 能夠 把 本席的意見放進去 那再來我想這兩天 大家對內政部 就是土壤異化 我們看到一定都 大家都略講就對了 我想請教部長 針對 我們現在所提的案子 我看了這個高雄地區 我看了這個高雄地區 等下來了我們覺得 我們接下來的配套要怎麼做 能不能請部長告訴我們 其實貴委員會也在禮拜四也安排 明天也要安排來做報告 那麼這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 包括你說 明天我們要做報告 什麼時候嗎 不是明天不是什麼 昨天有 是昨天嗎 昨天 增列了有一條 昨天又增列了 對對對 我都沒有看到 因為我一直以為 你們明天要處理什麼 集會有行法 為了總法官一定要處理 處理 還要有那麼多兩人 都報告 因為大家很關心 部長麻煩你 其實 如果你對於這個話在 你在紅線 我第一個要講說這個資料是很粗類的 很粗類 我一再強調這個資料是很粗類 因為 他是用少數的一些磚孔 把它串連起來 推定說這個地方 是什麼樣子 但是地址的 環境 但是部長你知道這種很粗躁的 把它 串連起來 然後把它公佈 這會怕死人 所以 所以 配套說是 申請給清楚就是這樣 所以 你整個的配套 包括我昨天看了我們高雄的加工出口區 我都 我們都在等你知道嗎 因為整個叫 有 很多房子 其實像高樓的 你老草地基都已經挖了很深 把那個土都已經挖掉了 還有很多的 狀況 部長你也不能這樣講 像這次台南 的地震 它垮下去 它有挖地下室啊 不是 那個不一樣 那個不是土壤依法 那個絕對不是土壤依法 那個附近都沒有土壤依法 台南的土壤依法是在暗南區 暗南區是在 布了下來以後 幾乎 所有 住在那個 被你們劃紅區的部分 我這樣等會這麼不利 他說 他們問我 要不然 要來辦的土壤 比較好 我說 這次我再問部長 這很專業的問題 就像我們 我們後面要去看醫生一樣 你不能後面可以解讀 不說那就是怎樣 所以我想整個的配套 以及整個接下來 接續可能產生的問題 我想部長 雖然 你5月19號就要離開 但是 你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我希望部長能夠就這個部分 能夠清楚的 讓我們全民能夠放心 你有沒有 是 好 以上謝謝 好 那個 謝謝 明天 等一下 我先說明一下 明天那個 我們有排那個 土壤依法跟老屋健檢的嘛 對 假如關心的委員可以來這邊發言 來 曾律發言 好 謝謝主席啊 因為 因為部長要離開嘛 這個話讓部長聽到一下 剛剛部長一開始 第一個回答 就是說現在很尷尬 剛剛這個 張委員 張委員在 在請你問問題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很尷尬 這樣的尷尬